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自己的志向 他归于僧贤法师 做了他的弟子 僧瑞法师到了二十多岁时 学问广博 已经能够通达各种经论 他游历各方名城 随缘演说开示 度化众生 后来 揪摩罗石大师到关中 僧瑞法师成了他的门生 借此机会 他从罗石大师那里 请出《禅法要解经》三卷 获得这部经之后 僧瑞法师日夜精进休息 自此而精通熟练五庭新观 善于进入六境 罗石大师所翻译的经典 僧瑞也曾参与教证 其后不久 僧瑞法师加入庐山联社 追随净土宗祖师 慧远大师 修行净土法门 下山后来到刘宋的都城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 在江宁县的乌一寺安顿下来 他讲说各种经典 听者无不推崇佩服 僧瑞法师一生严迟戒律 威夷俱足 向大众宣扬佛法和经典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僧瑞法师 常常将他红法的善行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欺怨茫盛 在日常生活 行住坐卧之中 从来不敢背对西方 到了刘宋文帝元家十六年 即公元四三九年 法师在毫无疾病的情况下 突然集合大众 向大众告别 接着回到房中 沐浴烧香礼拜 然后回到座位上 合掌面向西方 自在往生了 当天 整个寺庙中的人 都看到从僧瑞法师的房中 飘出了五色的云烟 往生时 僧瑞法师六十七岁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